今天的大盤雖然出現了下跌的一個狀況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個股公道漲停 表現非常好 特別是今天的節能概念股 太陽能相關的股票 表現都相當的強勢 很多的投資朋友都在問 那這個AI概念股票 怎麼最近都沒有再漲 後續的一個狀況 難道不會再漲了嗎 不會 今天文老師會跟你講三大理由 AI概念股票後面依然大有可期 想知道嗎 歡迎鎖定今天的一切節目 收到最新的消息喔 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我是文老師 時間來到6月27號星期四的時間 今天大盤雖然是呈現了下跌 但是跌的幅度沒有很大 主要就在於昨天晚上的夜盤 已經先開始 稍稍的下跌 怎麼看呢 來我們來看圖卡 好我們來分別來對照一下 因為昨天美國股市包含四大指數 表現都不是特別的強 或者是特別的弱 所以空間都有限 那我就不特別講 我們就把重點的股票 把它挑出來 跟大家來講一下 包含像輝達 小漲了0.25% 蘋果小漲了2% 特斯拉漲比較多 漲了4.81% 但是台子期的夜盤 昨天是跌了191點 這個是讓投資朋友 比較擔心的一個事情 所以回歸到今天的盤面 今天確實是有稍微的拉回 可是我覺得拉回的空間 也沒有很大 這是重點 因為空間不大的情況之下 個股表現不是嗎 昨天四五十加漲停板 今天也不慌多浪 今天還是很多的公司 公到漲停 主要包含的產業 就包含像節能相關的 包含像軍工的 因為今天環太平洋的軍演 開始了對不對 軍工的 以及生技相關的概念股票 主要是這三大族群 這三大族群有個特色 就是前面都沒什麼漲 這一波都漲AI相關的概念股票 包含像最近開始起漲的 雲爆能源已經漲了七根 太厲害了對不對 所以今天帶動其他的太陽能的股票 開始慢慢做一個發動的狀況 大家可以去多做一個留意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的一個盤面 昨天漲110點 其實我在文章當中 我們的Light文章當中 我就特別跟大家提到 特別是盤前的標股戰報 我就特別跟各位提到一個觀念 就是因為這個位置點 它有一點短線上面的壓力 所以需要經過反覆的測試 反覆的震盪 才有機會持續的往上走 所以果不其然 今天稍微的一個拉回 不過拉回各位就注意去看 上升的趨勢線有沒有改變 看起來是沒有改變 而且今天剛好漂亮的 拉回到上升趨勢線的位置點 我覺得都會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買點 所以你看今天早上的發文 我們今天早上Light的盤前發文 我們跟所有的好朋友講了 什麼樣的一個內容呢 我說上個禮拜我的大量是多少 是6506億 那現在大家注意什麼事情 這個位置點的低點再來 在23151 這個位置依然有沉重的壓力 那早盤的 禮拜三早盤最高來到23074 隨即進入到整理 顯示什麼 短線套勞的籌碼 壓力還是相對的沉重 這個是我們今天早上 盤前的一個發文 所以大家就可以發現什麼 為什麼今天盤跌了 威威老師早就預告在前面了 好但是跌下來之後 你現在要注意看什麼事情 現在只要注意什麼 持續走陽的20日月線 這個叫20日均線 叫月線 沒有失手之前 台股適度整理之後 還是有機會再往上供 你看到今天的個股表現相當不錯 呈現百花齊放 包含像昨天漲了四五十加 今天不遑多浪 繼續的一個上漲 我想答案都非常的輕鬆 所以這個盤面 狀況還是OK 只是說今天都往低價的跑 那稍微投機了一點點 這個也要提醒大家 好所以回過頭來 我們來看一下 你想要掌握像我們這樣相關的文章話 歡迎各位鎖定我們的Lite相關的帳號 也可以多做一個加入的動作 或者是掃描我們的QR Code 這個地方把它掃起來 或是手機打開照相模式把它掃起來 你都可以在第一時間看到 趙威恩老師的盤前盤中盤後的標股戰報 我會告訴大家什麼股票要留意 今天會漲誰 明天會漲誰 下個禮拜會漲什麼股票 都會在我們的文章當中 跟所有的投資好朋友做一個分享 來 所以我們再往下看 我們當然要講一下 昨天給大家預測是什麼 各位回頭去看一下 這是6月26號盤前的法文 昨天喔 那你看喔 昨天我跟大家講了什麼 請各位注意什麼樣相關的股票 請各位注意雲爆能源 請各位注意大士科 柏磊均豪對不對 那我說去強的股票呢 當中有誰呢 可以去留意一下 比如說像 政達 類似像金蓮 類似像東台 光陽科 這個相對的股票 那突破 函整區的一個位置點 有誰呢 有陽明光 有玉金光 有大力光 宏准 星鼎 光潔 留意這些相關的股票 帶亮長紅的有誰 深微能源 隆德造船 你看我們昨天的盤前 就跟大家講隆德造船 今天啊 環太平洋的軍演 隆德造船 是不是來到了亮燈漲停板了呢 那另外像光盛 波羅威 以及玉邦這些股票 我們就可以特別特別來看一下 好 所以你看這些股票 股價表現有沒有很強 包含像雲爆能源 包含像君豪 冬捷 深微能源 博雷以及金蓮 那特別去看一下 比如說今天的 6753的隆德造船 你看他 帶亮長紅啊 平地一聲雷啊 對不對 你看我們什麼時候跟各位講 回頭去看一下 昨天的盤前 6月26號的盤前 所以我們的 文章其實 除了今天適用以外 未來幾天其實都適用 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股票的 延續性的力道都非常的強 包含像 今天啊 所提到的 龍德造船 出現大漲 深微能源創新高嘛 雲爆能源創新高 今天8099的大士科 5443的君豪 是不是都出現大漲 8099大士科 創下新高 5443的君豪 是不是也創下了波段上面新高 各位你都可以發現什麼 我們啊都 事先啊 先跟大家來做什麼 來做一個說明 好不好我們都講在前面 所以你看這些股票 我們都先講 包含像君華 東台 01 國塑 你看今天2406的國塑 對不對 恭賀亮燈漲停 大家都賺到錢 你看一下 這股票 漲到27.4 來 我什麼時候 在上面跟大家講 6月26號 我們就跟大家 來做一個分析了 所以你看我們都寫在上面 泰森 有沒有東台這些股票 再來訓練 1784訓練 你看漲幾天 1784今天又兩天漲停了 直接跳空漲停 各位投票你看強不強 超級強 有沒有 聯軍 新科 今天新科也創新高 宏毅股也創高 加幣期 建村 這些股票都很強 那你回頭去看一下 這都是我們在6月26號 給所有的 投資好朋友 我們所說的股票 我們盤前的事先預告 所以你就知道為什麼 我們都在做這件事情 因為 很多投票其實 看節目 只想知道一件事情 今天會漲什麼 明天會漲什麼 就這樣 然後 其實你會選擇分析師 你要選擇哪一個分析師 其實大家 心裡都有一把尺 只是你會想說 到底能不能夠事先告訴我 你看到盤後 每一個節目 每一個分析師 都非常的厲害 都非常的 大賺 對不對 每個人都大賺 每天都漲停 那怎麼去分辨呢 我必須這樣講 怎麼去分辨呢 你基本上 你最起碼 他要有事先預告的能力 到底能不能夠事先預告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卡 那我現在就做給各位看 我是每天事先預告給你看 來我們再回到圖卡 這是昨天6月26號盤前早上5點來 時間為正 早上5點鐘 這個時間有點擋住 沒關係 這邊5點 53分 5點53分 Light上面 他的一個特性說 你發文發出去的 就不能修改 也不能夠收回 所以時間他就定在那邊嘛 所以我們所有的粉絲好友 你幫我看 我是不是 昨天的 5點53分 我就發這封文章 那你看 回到 隔了48小時之後 你不會覺得 真的 薇老師提前預告 不是到了今天收盤才告訴你 我們來看龍德造船 我們來看 雲爆能源 我們來看其他的 股票 我們來看 君豪 這些股票 什麼什麼 創新高 各位那都不重要 對不對 跟你講訓聯 跟你講 國塑 那個都太晚了 你也不會相信 但是我們 通通講在前面 各位 真的 可信度 你對我的信任感 就會提高 非常的多 不是嗎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像今天的一個 文章內容 我跟大家講了什麼 今天文章內容 我請各位留意誰 留意雲爆能源 留意 君豪 訓聯 聯軍 辛科 伯磊 經聯 旭強股票有誰 泰深 深微能源 01政達 東台 突破 整理區的有誰 東捷 佳陵 武豐 合一 紅一股 帶量長紅的有誰 藥華藥 美食 衛華科 智勝 以及 中沙 高檔強勢整理有誰 有君華 光盛 深陽半導體 訓星KY 大四科 各位投票 對不對 我們來舉個例子 你看的話大概就會 會有感覺啦 你看一下 6451的訊星 來我們今天早上 所有的粉絲好友幫我做見證 今天盤是下跌的 那你看我跟妳講的股票 我們跟妳預告的股票 你看一下 訊星有沒有寫在這裡 大四科有沒有寫在這裡 投票你自己看 8099來 再回頭再看一遍 8099 8099 有沒有創新高 有創新高 然後呢 再來 投票我們再對照一遍 來 我講誰 柏磊 我講誰 新科 我講聯軍 雲爆能源 軍豪 然後 1784的訓練 我們就來看訓練 1784的訓練 直接跳空亮燈漲停 然後再來 3581的博雷 是不是一樣漲停班 所以你有沒有發覺我們跟妳講的東西 幾乎都成真了 再來 有沒有注意看 還有誰 3450的聯軍 3450的聯軍 今天是不是創高 5443的軍豪 今天有沒有創高 也創新高 我給各位看到泰森 升威能源來我們再看 泰森 8027 差一點點了 沒創新高 升威能源 6806 今天 是不是創新高 再來 6869 雲爆能源 今天是不是創新高 而且雲爆能源 我們在第一根 我就跟妳講 第一根 我就告訴大家了 對不對 那個時候大家都會封AI股票 但是我跟各位講 他你可以注意了 你看這樣漲上來 那個波段 其實 相當 相當的 驚人 相當 相當的一個厲害 所以就知道說 行情的部分 該怎麼操作 我們 都跟大家 分析的一清二楚 我們完全是事先預告 對不對 你光看這些股票你自己看來 我們再回到圖 光是雲爆能源 各位絕對就 老實說真的你真的事先先講 你真的事先先講 大家就不會 懷疑 所以對我的信任感會提高很多 所以我才跟各位講 為什麼你的粉絲人數 會越來越多 答案很清楚 是不是就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再看 包含像什麼 美 美食 然後 武峰 合意 紅意股 政達 東台 東台 等等這些相關的股票 其實股價的表現都很強勢 包含像 3029的01 有沒有 昨天股價也 刷新了波段上面的新高 所以我跟大家強調是 今天的盤是不好的 今天的盤是下跌的 但是文藝老師 一樣 各位 我們發揮我們的專業 選到最標的股票給大家 選到最強的股票給大家 對不對 我是跟各位講 如果你想要知道是 全台北股市最強的股票 最有機會股票在哪裡 我們的文章 你來看就對了 就在這個地方 最強的股票 最標的股票 最猛的股票 就會在文藝老師這邊 我每天1700多檔公司 我沒有在亂講 我都一檔一檔看過 雖然我看的速度很快 因為我已經 經驗很老道了 所以我 看股票速非常快 我每天一檔一檔都掃過去 從量 從基本面 從技術分析 從籌碼面 從他的題材 轉機以及新聞 還有市場的氛圍 非常快速度的幫各位做一個 全方位的掃描跟診斷 然後呢 這一篇的報告就出爐 早上5點多 我搭配美國股市的變化 對因為 其實 在 前一天 我大概可以完成 大概5成左右 可是我必須等到美國股市的變化 我必須把美國股市的 變化 的變動 漲什麼股票 跌什麼股票 這些因素我要考慮進去 因為它會影響到隔天台北股市的變化 所以我為什麼你會看到 為什麼5點多就發 對因為我把每股都掃完了 每股什麼股票漲什麼股票跌 它會影響到誰 我直接把 把答案告訴你 這是Open Book 我不會寫說 因為 因為這個 比如說輝達大漲 所以你可以注意AI股票 那太籠統了 或者說因為 特斯拉漲 所以你留意車用股票 那太籠統了 我直接告訴你什麼 來我們回到圖卡 我直接告訴你 什麼股票會漲 點名啊 點兵點將直接點名 就這樣子很清楚 好不好所以我們再繼續再看 雲豹能源 像晶圓電 極歐 也出現了一個 創高的格局 光陽科 大士科 雲豹能源 伊特 對不對 也持續性的一個大漲 創下 波段的新高 神威能源創高 震達 東台 台達電 有沒有 隆德造船 你看6月25號 各位親愛的投資人 6月25號 各位親愛的 好朋友們 對不對 我們是不是跟大家來做個分享 龍德的造船 泰森 你看 6月20號 我跟你講台達電 6月21號 我跟你講泰森 6月23號 我跟你講 林毅 匯特 我們都寫在上面 6月24號的發文 你回頭去看一下 其實 股價那個時候都是很好的漂亮的買點 回頭去看一下 幾乎都這樣子 有沒有 國際 羊繩 對不對 你看今天羊繩又突然 幹嘛 突然轉強 又轉到漲停 3498羊繩 對不對 創下一個什麼 波段上面的新高 所以你看這個高度都不一樣 我們跟各位講 你看我們文章的內容 有沒有 新復興來 6月24號 我又再度的強調一遍 我說他是高檔 強勢的 整理 你看一下 4909的 新復興 今天一樣 攻到漲停板的一個 位階點 所以你看 像精彩 我們再看 剛剛講到6451 3374 對不對 今天3374沒表現 可是6451表現是很好 6442的光盛 今天也是 再度 創新高 所以你會看到 你看到文章老師文章 你不會覺得 今天的盤好像跌 跌了 一兩百點 你沒有這種感覺 對不對 那代表什麼 代表我們的文章 真的可信度 專業度 信任度 都非常夠 我們對大家絕對 絕對是有幫助的 我必須這樣講 因為你看1700多個公司 很多投票都問我 魏老師到底選股怎麼選 我可以講 我也可以教 但是太複雜 我相信大家想要是 就告訴我到底哪一些會漲就好了 風險稍微注意一下 獲利稍微抓一下 這樣就好啦 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我們的文章 你就一定要看 對你的幫助 非常之大 好不好 像 6月24號 雲爆 精彩科 金蓮 劍漢 華龍 群創 新復興 全新 玉邦 陽城 星通 光陽科 這些都漲了 6月21號 我們這些股票都寫在上面 雲爆能源又寫 實作工業 深陽半導體 蓮雅 我們來看一下 光盛 剛才講到光盛 創新高 然後 3081的蓮雅 高檔震盪 他也沒跌下來 對不對 所以股價的表現 依然是 相當的精彩 再來你看 6月21號 包含像誰 君華 雲爆能源 劍漢 有威科 冬捷 玉邦 勵志 君豪 蓮雅 市電會有光盛 有沒有 加幫 你會覺得 你真的事先講 雖然你會覺得說 真的很厲害 但是 你不會有覺得好像 懷疑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 我都做給你看了 我都事先預告了 我沒有在事後才跟你講說什麼股票漲 對不對 所以粉絲對我們的信任度就很高 會員對我們信任度就很高 對不對 是這樣子嘛 所以你看正威 這一波行情 算是很強 我一直拿正威當作舉例 為什麼 因為他是一個很好的教科書 我記得當初一個多月以前 5月份的時候就跟你講正威一定要注意 正威 要注意 為什麼 因為他的十二大指標 亮千張大戶 性價限 KD 融資 MACD 全部翻多 分公司交易加速高達九成以上 代表 全台灣有九成以上的券商都在交易他 他都會有很大很大的機會 再來外資也買 投信也買 主力 也進場了 閃戶賣出 銅碼集中度非常高 那我跟各位講 這一檔股票 各位 他就要漲了 對不對 來投票 我是不是跟你講 這檔股票就要漲了 今天是不是 公賀亮燈 漲停板 各位對不對 我已經跟你講了嘛 對不對 我說他要漲了嘛 各位投票對不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所有的標股 他都有 那樣的一個什麼 軌跡存在 各位要好好的把握 所以接下來 我們還有新的 蓋牌的股票 大家如果想要掌握的話 歡迎 成為我們的會員好朋友 我帶領大家 操作我們的蓋牌股票 第一個 風險能夠低 第二個 獲利能夠高 這是大家 最希望的事情 好不好 現在大家 我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你在操作過程當中 碰到一些困難 那很簡單 你就跟著我們一起做參與 比如說現在 政府不是推那個新清安專案 買房子 對不對 50年 貸款 寬限息很高 先繳利息就好 好不好 沒關係 我們一樣 我們也來個新清安專案 好不好 新清安 青年好朋友 不管是青年 還是 還是老年 還是中年 沒關係 好不好 你有需求的 我們會給大家 特別特別的專案 你如果真的 想要跟著我們參與蓋牌股 我們再回到圖卡 還有下一檔 對不對 還有下一檔 我們既然能夠找出這麼多股票 這麼多標股 而且我們都事先預告 那 當然我有能力找出下一檔 如果你看到我的分析 我的預測全部都是錯誤的 你也不會對我有任何的信任感 對不對 我們都事先跟大家講 好不好 所以你有在 股票上面投資有任何任何的問題 不知道該怎麼做的 你看像前面 你看 這些股票我也沒時間再跟大家講 所以想知道更詳細的 我們眼光要 往遠的地方看 接下來要漲什麼股票 才是最重要的 好不好 不要錯過我們每天 每一個時段 Light的文章發文 想要鎖定的文章 Light先加起來 好嗎 OK 那我們今天節目跟所有的投資朋友 分享到這邊 祝福大家 操作順利 賺大錢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喜歡我的影片 並認為我分析的不錯的話 歡迎大家 按讚 訂閱 分享給你的朋友 記得同時開啟小鈴鐺 才能夠收到最新的消息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分析